白河大森市在100.07年开始守候台湘宝殿 在市府的协助之下 建出文化部文化祖三教的经货 更加上廟方专业的配合 今天基盘完工的社图典礼 市场因为文化教授有业则算 也还有很多贵宾都搞定更新 除了看到佛祖法相专员之外 另外也看到了整个大千世 基本上就是一块文化瑰宝 那它的建筑 它的这个工法 以及它所号召的一些国宝级的匠师 所谓整修所做的努力 我们觉得其实都让后世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化就表示台湘宝殿 可以公式一个宗教的博物馆 廟的外馆是采用日本式的建筑 里面是中国式的佛地风格 非常气派 廟里面的彩绘的雕刻 都是台湘吉利西湖的作品 是相当重要的文化祖三 在里面的彩绘可以说是 非常非常的经典 可以说是台湾寺庙当中 最为华丽最为精致的 那都是一些大师级的一些作品 包括像 潘里水大师的作品 所以这里面汇集了很多这些 彩绘大师的一个作品 那在整个木洞架上 其实也是国内很难得一见的 因为代表是台湘宝殿 建国到文化宗教立宿上的意义 当时也在社会公益 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次修法完成了哦 文主委员认定家庭 可以帮忙作为各地固执 未来文化博的这些效作妙方 让台湘宝殿的水平 更多人知道了 那台湘宝殿的一杯盒菜红薄豆